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次我们就来实际讲讲 乃木西点在日俄战争中的 旅顺攻防战的得失 来 透过前几期的小故事串场 大家已经很明白 我要探讨什么问题了 就是乃木西点到底是个什么人 那个流传很广的乃木西点的愚蠢 让数万日军在旅顺要塞前白白牺牲 乃木西点不知道203高地有多重要 是个鱼匠 这个是网络上非常常见的评论 为什么会有这种评论呢 我先不说说我的看法 我先说说这种观念是怎么产生的 来整理一下 我们来整理一下 造成大众有这种现象的主因 其实那就是因为板上之云的流传 因为这是日本历史小说界的巨著 读者横跨三个世代 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 总销售量超过2000万本 可以说只要是对近代历史 有点兴趣的日本人 一定都读过这本书 那你可以想想看 在板上之云中所形成的历史印象 会对日本有多么严重的影响 而且这可是日本历史 日本人形成的印象 当然会影响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评述 那你在网络上查到资料 当然就多半都跟这种印象有关了 所以这本书中的观点影响无数读者 我当然不是想挑战司马辽太郎 我只是想分析一下这本书的观点 因为毕竟这本书也写成好几十年 要知道在历史学界没有什么跪谷见经的 我们都是越后面的研究越值得参考 这本书的创作年代是1950年代 那个时候对日热战争的研究资料 没有今天这么多 何况那时候没有网络 说白话一点 我们今天上网查查看 就能看到许多司马辽太郎当年看不到的资料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就拿这种后见知名 来嘲笑人家写的经典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板上之云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棒的时代历史小说 不过这并不代表当中的描述的情节不能讨论 尤其是我们不讨论它的艺术性 我们讨论是史实 毕竟它号称是历史小说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它说的史实是正确的吗 还原一下 在司马辽太郎写这本书的时代 日本学界对日热战争的研究其实还比较少 在市面上很难买到有系统的学术专注 后来的书很多 那都1990年代之后 所以司马辽太郎当年主要的参考资料是 机密日露战时 这个露就是Russia的意思 这本书是日本陆军大学校的教材 所以流传的很广 还蛮容易买到 我估计司马辽太郎应该对这本书读得挺深的 那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机密日露战时的作者是古兽夫 如果你对日本侵华的过程很熟悉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人类屠夫 他是旧日本陆军的中将 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 战后他在中国南京的雨花台刑场被枪决 这民众愤怒的不得了 冲上去要吃他的肉丸 当然了 这个人是人渣没错 但是这本书有问题 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冷血屠夫 我们不能光用这样就评算一本书的价值 因为毕竟这本书也不是他在那个时候写的 而他在之前写的 但是这本书的真实性呢 是可以由另外一件事情来验证的 因为这本书被当事人之意的上元永座公开迟疑过 上元永座是干嘛的呢 上元永座是日俄战争第四军的参谋长 他是亲身经历战争的人 他亲身经历了整场战争 他再怎么样也比1903年才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古兽夫 了解这场战争吧 那时候他还是学生 当然我这样比较很没效率 所以我们直接用几个问题来对照看 第一个问题 乃木西典的指挥真的很低能吗 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 乃木西典在半年内让手下死伤6万 这是事实 可是这个问题可以拆解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 伤亡6万人就代表指挥官很低能吗 第二个 伤亡6万人是指挥官一个人的问题吗 在我开始讨论之前 我觉得你也可以想想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从1904年往前对比的话 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伤亡 在这么短的时间 在一个要塞前面有这样大的伤亡 确实是几乎找不到前例 但是如果往后对比你会发现 这是整个20世纪战争的常态 在10年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伤亡的规模比这场战争高出百倍以上 对 高出百倍以上 而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成绞肉机的所有武器 速射机枪 重炮 铁丝网 除了毒气以外 几乎都已经装备在此时的日俄两军手中 所以如果你要我评论的话 我会这样说 以20世纪初期的武装程度来看 工业化国家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 不管谁指挥都会打成绞肉机的 而铝顺攻防战打了半年 伤亡六万 一战打了四年 伤亡六百万都不止 难道一战当中的英法德恶奥义的指挥官都很低能吗 我不这么认为 只能说这是人类被时代给诅咒 再来 现代战争的成败 可以都取决于指挥官一个人的能力吗 我们来看看几个当时的事实 第三军参谋长警上己太郎曾经回忆 当时日军情报有剧烈的错误 明明十年前已经来过一次了 但到了1904年的6月 参谋本部配发的旅顺地图当中 依然还有大量错误 这个错误是非常重大的 比如说 俄军以重火力住房的海鼠山跟203高地 这个在旅顺的西面 还有龙岩北方堡垒跟水师营南方堡垒 这在旅顺的北方 没有标记为要塞 要知道 这两个地方当时都被俄军以重要的火力保护下来 它是很难攻陷的要塞 而防御最坚固的旅顺东面阵地 东基冠山松树山 二龙山堡垒 这是一连串的堡垒群 在地图上标记为临时组成 我知道我刚刚念的这一大串地名 你已经觉得很模糊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说的最坚固的东侧堡垒就是这一排 从这里往上这一排 这一排堡垒是东侧堡垒 这是后来桑龙最惨重的部分 而这个是北方 然后这里就是203高地 这就是海鼠山 你看得出来吧 这一片就是旅顺北方的要塞阵地 而当时日军的地图标记的跟现实情况差异非常大 如果对当时的步兵战术不太明白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标记错误就标记错误啊 打就是了吧 问题可大了 因为估算敌方攻势强度如果出错的话 那么当时日本陆军的第一线步兵配置了7公分的小炮 就是7毫米口径的小炮是打不穿堡垒 步兵冲到射程之内才发现打不穿堡垒 那步兵就只能曝露在敌军的火炮机枪火网之下 那还有活路吗 在旅顺攻防战前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实际的状况 5月25日的南山战役中就发生了以下的情况 当时日本第二军装备的7公分口径的这种小炮 根本打不穿南山要塞 后来是出动了海军舰艇 用12到15公分的舰炮才算攻克南山要塞 而现在可是比南山要塞更坚固的 换句话说 如果军用地图上标记为临时逐城 但是冲到阵地前才发现那是永久逐城的话 那么当时日军普遍配置的9公分到15公分三型的火炮 就全程的废物 因为你完全打不穿那个堡垒 你只能曝露在守军的机枪炮火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攻陷阵地 那士兵就只能绝望往敌方的枪口上填尸体 这也是后来日本人必须大费收张从本土运来28公分榴弹炮的原因 因为没有这种巨炮 以当时的标准算巨炮 是没办法对付那些永久逐城 我们可以这样说 南部系列在第一次总攻时 他制定的是集团冲锋的战术 理由是因为他得到的情报是 用集团冲锋战术是最有效的 他得到的是这种情报 如果对方阵地真的是像地图上标示的那种强度的话 那光以第三军普遍装备的15公分炮 再加上炮兵的压制跟步兵的扫荡 就是日本陆军教科书上要求的标准战法 就可以攻陷堡垒 所以他其实没有指挥上的失误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战后监讨的时候 没有人怪他指挥失误的原因 因为他本来就是按照原本的标准计划进行 只是没想到冲到阵地前才发现 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接着我们可能就要问 就算一开始情报有误难道不能修正吗 你为什么要让士兵一直白白牺牲呢 这不是很愚蠢吗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 奶木西点有修正 但司马辽太郎不让他修正 什么意思啊 1950年代写成的小说中 把奶木西点写成了一个 把指挥部设在远离前线的后方 而且从来不去现场勘察 只是在后面歇着的胆小鬼 但这其实不是事实 21世纪以板上之云为基础拍出来的电视剧 就多次出现奶木西点在前线督战的场景 因为经过多年的研究 大家知道后者才是事实 那为什么还是伤亡惨重呢 因为战争迷雾并不像游戏那么容易消除 在板上之云的电视剧当中 编剧曾经让奶木说出了以下对白 这一个一个的炮台 一个一个的枪研 全是靠士兵做肉盾才知道 当然如果你想想看这奶木西点 是搞出大屠杀的屠夫 你可能会觉得那就该死吧 不过探讨历史就是就事论事 你讨厌它是你的自由 我也不喜欢它 不过我现在说的是 站在日本的立场打这场战争的时候 该怎么看的问题 如果你每个历史都用情绪来分析的话 那就不需要分析了 我们就看康日神剧就好了 站在上帝的视角 以后来者的眼光 去指责身处战地的指挥观看不透局势 其实是有失功允的 托尔斯他写了一本名著叫战争与和平 里面就多次探讨到这个议题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本小说 再来还有个细节 7月30号的时候 其实井上吉太郎在前线勘察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地图有错了 但是这个时候距离 第一次总共发起的时间 8月19号只剩下半个月多一点 熟知日本人做事风格的人应该知道 日本一旦拟定了时程表 最忌讳的就是修改工作日程 此时大军已经分别进入战地了 难道大家要原地修整两个月 等待后方运来28公分的榴弹炮再开打吗 你要知道此时波罗地亚舰队 已经在东来的路上了 大本营死吹活吹 要尽快拿下旅顺要塞 全日本的媒体都在替陆军算日子 箭债悬上不得不发 你在这里待两个月 那后来就算打赢了 也有你受的 再来根据小说的情节 南部西点就是只知道 死板地用人海战术 不断地重复死人 我知道今天还看到 在评论区有朋友这样说 因为如果你只读过小说 或是只看过连续剧的话 你可能真的是这样认为 但这也不是事实 那事实是什么呢 在对吕顺发起 第一次总攻前的一个星期 就是8月7号到8月11号的 大孤山跟小孤山战役当中 南部西点已经灵活的指挥部队 拿下吕顺要塞外围的 最后两个堡垒 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 德士两阶段炮兵战术 他不是不知道变通那种人 还有在第一次总攻失败之后 在第二次总攻开始之前 南部已经先进行过一次 前置攻击了 用的是后来被证明为 对现代要塞最有用的破镜作战 其实就是挖壕沟 那战果如何呢 在1904年的9月初 日军沿着旅顺东部的要塞堡垒群 修建壕沟 用了差不多10天时间完成作业 然后在9月19号开始分别攻打 水师营海鼠山 这是第一次团负责的 203高地这是第一旅团负责的 龙岩北方堡垒 这是第九次团负责的 东基冠山北堡垒 这是最坚固的 由第十一师团负责 等等 我刚才已经说到203高地了对吧 对 9月份在俄裕元太郎还没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攻打203高地了吗 是的 而且一天就打下来了 对一天就打下来了 不过随着俄军反攻 日军只能再度撤退 史实记录跟小说中 奶目牺牲数万人 却不知道改变战术的情节 其实是完全不符的 差异更大的是 日军虽然丢失了203高地 但却保住了其他阵地 所以从9月20号开始 日军就已经开始直接轰炸 旅顺港内部的各种俄军设施了 此后俄军舰队就只能归缩在港内的时久 再也无法自由行动了 因为他们会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并没有必要等到秋山针之慧眼提醒 再等到俄裕元太郎果断决策 日本陆军才知道 要拿下高地 要用炮轰来解决俄军舰队 没有这种弱智情节 电影跟小说常会突显主角特别英明 把别人都写成傻子 就这两个人是主角 所以其他人都傻子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在真实世界当中 几万人大军团的复杂作战 后面还有几千万国民在报纸上督战 如果真的有什么至胜良方 是等不到几个天才突然发现 那往往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再来 我们用史实来比对两个 小说情节设计了不合理的地方 哪两个呢 第一个 根据小说 1904年7月12日 日本陆海军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议真的开过 这没问题 而且讨论的也是攻打旅政的具体战术 但是会议上军阶最少也是中将 而且还有明治元勋等级的大将级军官在场 邱山真知当时是海军中佐 他站在旁边 应该是话都不能说 他有什么发言资格 他大概就是当背景而已 因为那可是极为讲究上下级关系 很讲究吊床号顺序的旧日本帝国军队 至于吊床号顺序是什么呢 以后我们讲日本海军的整体发展 之后再说吧 再来 小说跟电视剧都安排邱山真知说出名言 为了封锁旅顺港 不让俄国军舰出海 必须要占领203高地 这是关键发言 但这其实是司马辽太郎跟编剧替他说的 邱山真知第一次有记录的提到203高地 那是在1904年的11月28号 当时乃木就已经进攻过203高地很多次了 根据日军记录 203高地第一次记录作战日程是在1904年的9月5号 提出者是第一师团的参谋长新野金武 没有邱山什么事啊 所以靠邱山真知的远见着实 来映射南木西点的低能 小说看得爽是爽 但是用来当作历史读 甚至用来当作评论标准就很令人无语了 接着来点题吧 203高地真的很重要吗 这个问题我们用分成两部分来谈 第一个 是不是一定要占领203高地 才能轰到港内的俄国舰队呢 第二个 占领203高地轰到港内的俄国舰队 是不是真的有决定战局的关键地位呢 如果你是看小说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是对的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前文提到 第三军在1904年的9月20号 就已经攻占了海鼠山 海鼠山在203高地的后方 183公尺高 如果你看过军用地图会发现 海鼠山就在203高地旁边 没有理由203高地才打得到 海鼠山打不到吧 来看一下 203高地在这 海鼠山在这 你说呢 港内的舰队在这 你说呢 当时日军经过观测 发现从海鼠山就可以看到 旅顺内外两港的绝大部分地区 于是从10月1号开始 日军就已经连续7天轰炸二军舰队 到10月7号 二军舰队只能躲在日军涉及的盲区中逃难 再也无法移动 所以其实不是后来占领203高地之后才开始炮击的 当然 后来占领203高地之后呢 日军完全没有涉及盲区 二军舰队的末世就到了 而事实上呢 战场上的计划跟演变总是一步一步接着来的 根据日军后来披露的战场计划 正是占领海鼠山之后 日军才意识到 从陆地上就能够将炮火直接引向港内的军舰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一边打一边学习的过程 于是由乃木西点将报告提交给满洲军总司令部 接着满洲军再将报告上交给大本营 此后进攻203高地才逐渐进入大本营的讨论范围 是的你没看错 是乃木西点做出来的报告 再来第二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可以继续分析为 是否日军在9月底占领海鼠山跟203高地之后 俄国海军才开始受到威胁呢 这也不是 因为早在8月7号 在第一次总攻开始之前 日本海军的陆战重炮队就是把军舰的炮拆下来 运到山上去 就已经在大孤山阵地开始炮轰旅顺港内的俄国军舰了 炮轰有效吗 非常有效 来看一下在这里 大小孤山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俄国军舰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从这里炮轰的效果其实也不会超到哪里去 在8月10号 旅顺舰队的总督就已经决定 率领舰队往海山外方向突围 结果爆发了海战 被日本海军重创 这波波海战我们在下一个主题再谈 因为等到它被重创之后 我们就要来说说波罗的海舰队 而且此后俄国舰艇上的水兵 就已经拿起轻武器 到旅顺外围的堡垒上去支援 说明海军也明白 俄国海军也明白 他们在海上是没什么效果 必须要保卫旅顺的入战 这可以说明俄国海军在被包围之后 已经丧失一部分 是不是大部分战力了 所以并非一定要拿下203高地 才有什么决定性的战果 那说到这里可能觉得奇怪 那干嘛 为什么电影要叫203高地呢 203高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 203高地其实是日了两军 拼消耗战的场地 就像一战时的凡尔登 让他们把血流干 战前俄军就知道 203高地可以俯瞰旅顺全港 但是因为军费不足 203高地没有被划入主防御线内 多亏了那个Alex Sheev 但没有人能够怪他 他是撒谎的私生子 你想怎么样 随着战斗的进行呢 俄军就改变了作战方针 开始玩消耗战 由于203高地被日军当作后期作战的关键 所以俄军也不断投入预备兵力 予以固守 成为跟日军拼消耗的最佳场地 等到双方拼到最后 203高地攻防战结束后 俄军其实已经拼了油进登库了 有没有被拿下这个高地其实也没差了 真的打不动了 从12月6号203高地失线开始算 到1905年1月1号 也就差不多又过了25天 宇顺守经开城投降 他还是坚守了25天 俄军的投降是因为真的打不下去了 不是什么203高地失线 所以 看待一个历史事件 要用什么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出来的 你看小说 看漫画 玩游戏 学历史 你学到的是真的历史吗 你学到那种历史 对你的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帮助吗 你靠着从小说中学来那种所谓的历史眼光 去评断你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决策 有用吗 学历史 要从细节开始 不要怕麻烦 好了 有点说教不好意思 但是这就是我的感想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